梅爾之間走到經濟的毀滅戰之後 俄羅斯今天直接宣布禁止 兩百多個項目的出口 這使得全球的通膨跟原物料的壓力更大 而昨天晚上美國公布最新的通膨 再度創下四十年新高紀錄 年增來到七點九個百分點 所以邱博士 美國方面很擔心 今年會有停滯性通膨 然後葉倫說美國應該不會衰退 可是我現在感覺觀察 就算美國不衰退 歐洲可能會衰退 新興市場很多國家可能會衰退 而其他人的衰退 最後也有可能代衰美國衰退 通膨從美國從去年的三月份到現在 是攀升到7.9個百分點 我不曉得今天晚上 Fed會怎麼樣弄 因為在我們總體經濟學來講的話 經濟學要來講的話 對付需求性的通膨很容易 但是要對付這個Cost push 就是成本推動的通膨 那很困難 第一個就是管制 那第二個就是廠商的那個成本 你要去怎麼去主控 廠商的成本一旦掉入break even的話 它所賺的錢只能夠付給這個 機器設備的一些折舊 所以最近股數跌得很慘 你看那個林冠的這個道場工業指數 還有這個NASDAQ指數 跟SNP 都從頭部跌了這個十幾% 那尤其是在台灣很明顯的感受到 費城半導體的指數 有關於我們的這個台積電跟聯電 尤其是聯電 那個跳功結果簡直是無法理議 而且台積電出現罕見的逆價差 就是說多數時候台積電都維持在增價差 跟它的ADR 但是最近幾個交易日 事實上它的逆價差的壓力很大 對我想這個是非常不清場 因為位置一直在減碼 現在目前減碼的可能已經到了7372樓 那我們來看這一次 這個是通膨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通膨的部分會引發FED非常的頭痛 那我們再來看未來的這個金融世界 會怎麼樣一個面貌一個改變 因為現在美國說好啊我制裁 通通制裁 你要不准進入你Swift 不准怎麼樣 那經濟也制裁 我們認為說 你雖然說美國出這麼重的手 但是你美元 等一下我們就看 你美元的這個強勢的地位 也可能會動搖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這個 其實在布利登森林會議的時候 1945年的時候 英國就反對 他說你除了房金之外 不能夠把美元當成唯一的唯一的總貨貨幣 你應該要多種總貨貨幣 那果不其然 美國呢 經過夜戰 經過韓戰 經過這個 一些金融危機 總共四次美元破產 所謂美元破產是怎麼樣 法國的戴高樂接著說 你美元已經沒有黃金了 所以說我印一堆的這個美元 要去跟你兌換黃金 你一個人瞎了 慌了 趕緊把這個黃金跟美元的這個切割開來 所以說現在我們是 是幣子是不能兌換給黃金的 那這樣一個情況的話呢 使得這個美元 在世界上占有一流的這個地位 可是呢 你現在把這個俄羅斯給制裁掉了 我們待會兒看 什麼貨幣抬頭 歐元跟人民幣抬頭 所以說用SDR的這個持股比例 SDR叫做紫黃金 它是由一覽貨幣所組成的 什麼貨幣呢 目前是歐元 還有美元 還有人民幣 還有日元 跟這個瑞士的這個法 等等 這個五個貨幣所組成的 那這個第五個可能要確認一下 這五個貨幣所組成的 我們叫紫黃金 它是代替這個黃金的這個儲備 那美國呢 黃金呢 基本上是最近幾年沒有再買 最近剛剛我們也聽到過說 現在在買黃金是誰 中國 因為中國現在要再搞一個 它自己isolate 獨立的一個金融體系 所以它在 我剛剛有提到 它在發行什麼 我自己的系統 我自己的這個數位貨幣 實名制的喔 對 數位貨幣 然後呢 慢慢的也牽動到 它自己的這個貨幣的這個體系呢 完全要跟希望透節 它覺得它總有一天會 會被美國這樣搞的 所以說它也有一定的這個準備 另外呢 也賣公債 今年這個中國賣的公債特別多 所以說我看人民幣 這個是我們台幣啦 台幣就不用看了 台幣就扁了 人民幣今年相對升值 事實上我觀察這場戰爭之後呢 美元相對升值 人民幣相對升值 金價去挑戰新高 然後至少現在都維持2000附近 所以這三個某種程度 你都可以觀察到 國際資金的流向 對 但是呢 你如果發現這個美元指數的話呢 我們也曾經常常爆嘛 升得特別慢 因為美元指數 你知道川普上來的時候 是多少你知道嗎 103.33 那到現在為止 這通膨這麼嚴重 到現在為止99多 99多 沒有很強 為什麼沒有很強 因為呢 這個俄羅斯跟歐洲的依靠很深 所以說你看德國 你要製產它能源 不干 什麼都不干 歐元 到時候就用歐元的這個系統 那德國也有它的支付系統 你不是你屬於的最大 對 那那個俄羅斯 它有SPFF系統 那 所以很快的我們會進入下一個議題 下一個議題 現在觀眾朋友看我在講黃曉鈺漲價 然後糧食戰爭 下一個議題是經貿結算 因為我現在猜測 中國也可能跟俄羅斯進行某種程度 以物易物的國際貿易 因為俄羅斯手上的能源物料是中國欠缺的 可是中國有一些輕工業可能是可以跟俄羅斯交易的 對沒有錯嘛 這個就是比較利益嘛 你美國搞到這個比較利益完全撕裂 那整個世界的這個經濟會衰退的